据参考消息报道 核心社发表彼得·阿科波夫的文章称 俄罗斯在乌克兰改变的是战术不是战略 文章称 在所有人都在讨论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 包围乌克兰军队彻底解放顿巴斯的时候 不能忘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略目标 同样关于就成立赫尔松人民共和国 举行全民公投 及其随后加入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甚至并入俄罗斯的讨论 不应妨碍战略目标 尽管这种情况现在可能不会发生 但无论如何绝对可以肯定的是 俄罗斯军队不可能从已占领的领土撤出 文章表示 这甚至不是因为从基辅切尔尼戈夫和苏梅撤军后 出现了不恰事件 俄罗斯被指控犯下种族灭绝罪 而是因为在乌克兰作战的新战术 不要求让这个失败国家迅速崩溃 从而使其领土逐步分解和分阶段重整 所有人都清楚 军事行动将持续很长时间 但要明白的是 完成其中一个或几个阶段 并不意味着放弃实现最终目标 文章写道 直到不久前 许多人还在纠结 我们会不会离开赫尔松和扎波罗热 有些人已经准备大肆宣扬 普京溜走的陈词烂调 但当特别行动下一阶段 很快将以顿涅茨克乌军的溃败而告终 即将迎来间歇 甚至可能达成停战协议的时候 又有人马上开始说 一切都完蛋了 我们放弃了继续进军 等待我们的将是可耻的和平 在后续几个阶段 俄罗斯还要进军基辅 甚至利沃夫吗 有可能 但更有可能的是 在南部轮件后 乌克兰将开始不攻自破 甚至不用等到哈尔科夫投降 和控制整个新俄罗斯 因为失去南部 等于剥夺了乌克兰 作为自己自足国家存在的机会 他将失去耿口要道 即失去出口机会 和大部分经济实力 万一这还不够 那么失去哈尔科夫和蒂涅伯罗 彼得罗夫斯克将一锤定音 但在那之前 俄罗斯军队要切断 右岸乌克兰和左岸乌克兰的联系 破坏桥梁和铁路枢纽 文章表示 西方的任何援助 财政和军事援助 都无法减轻失去南部地区 对乌克兰的冲击 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 还有情感上的冲击 基辅政府控制的乌克兰其余领土 将出现民心骤变 届时 人们将认识到投降的必然性 过去的乌克兰再也回不来了 俄罗斯将实现这一目标 不是立即 而是分几个阶段 但它肯定会实现 因为绝无可能放弃 其他任何选择都意味着半途而废 而日后工作还得完成 只是那时必须面对 与西方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 更恶劣环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